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主日蒙恩 很高兴 今天我们又能够 积极在主的殿中 来献上感恩的心 一个星期很快又过去了 好像庆祝五星节 上个星期日 好像几天前的事 现在又是到了星期日了 你们带着怎样的心情来 今天来到主的殿中呢 怎样的心情 关系还是有点沉重 还是不知道 没有感觉 感恩 不单单是我们这样感觉 大卫也是这样 诗篇122篇第一节 大卫说 人对我说 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 我就欢喜 你是不是听到 人能够来到神的殿中 你会不会觉得欢喜 会 我们自己能够来 我们很感恩 很欢喜 看到别人来 我们更欢喜 看到人不能来的时候 我们心里有点沉重 我们心里有点沉重 我们自己要做的事了 只有一天主日 星期日 我们只要花几个小时 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线上感恩的祭 在主面前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主日 看为一个重要的一个节日 好 现在我们来看 用诗篇一百零诗篇来祷告 当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宴 当感谢他 称受他的名 因为耶和华本回上 他的慈爱 存到人眼 他的信实 直到万代 诗篇主持六篇 第一 二 三 四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唱 称颂他的名 天天传良他的救恩 在夜半中述说他的荣耀 在万名中述说他的奇事 因耶和华回大 当送其大的赞美 他在万神之上 当受敬畏 我们这样祷告 感恩 阿妹 好 现在我们修行李廖姐妹 和如意姐妹来带领我们 敬拜赞美神 带领他们的祝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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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再一次 来 让你新卖我们的天父 享受我们的徒书 那首歌是含 extended 演讲广东歌 一首歌是我在祖宫の时 我温人家 我来我祖宫的兵像 我开始贊运歌 這首歌突然間是我處於這首歌 所以之後我也想大家一起贊明我們 我們天父為主耶穌 一致地看著我們 安慰我們有什麼情能安慰 而且要知道祂讓我們驗祂是多麼重要 使得我們有名則 今晚更多了 神經上去 神經你꼬 神經你踏破 毀驚擦我 誰陪我去走過 誰還你過 已清楚已靜自然 我和 空中人为离开下恨恨 谁曾忆怀天天翻顾着我 早夜天游以头发的数获 谁乱以往去走心里会把期望 那句老婆缘组就是我 因此我主我被压缩 我顿鞋和施光 你是我的高海我随时帮忙做 我不能出声赞赏我高高 你永在我生活 为你们永生过我 随你们要爱不已靠别过 谁曾忆怀天一生为天下恨 每天拆落 谁陪我去走过 谁怀疑我 已清早已静住 靠我 空中人为离开下恨恨恨 谁曾经怀疑我 谁曾忆怀天天看护着我 正夜天游 天后翻页收获 谁怀疑我 谁怀疑我 他走心里会把天狼 护着我 便就不再惹死我 那 difficult day 跑心里会把天狼 对我 谁怀疑我 天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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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你以爱不以靠别弱 你是我军天我被人缩 恶大我失望 你是我一个态 我随时帮助 我为伤心赞据我狗狗 你命在我身旺 为你又本身过往 随你以爱不以靠别弱 你是我军天我被人缩 我恶大我失望 你是我的孤狗 我随时帮助 为伤心赞据我狗狗 你命在我身旺 为你又本身过往 随你以爱不以靠别弱 我究竟是什么 神力一极弱 不灵弱 和见进来 我们一起 跟我们的天父 他有多爱你们 他有多多喜乐我们 我们一起在你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迷失神对我说 孩子 我永不违气给你 我丢你 为爱我的坚固 你迷失 等待坎固 每天拥抱我 恨醒我 在你爱中 我心得满足 我有一 为爱我的天赋 你迷失 等待坎固 每天拥抱我 你迷失 等待坎固 你迷失 等待坎固 每天拥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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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你迷失 等待坎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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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天父啊 谢谢 还要我们把我们的生命 献给我们主耶稣 谢谢祂 谢谢祂的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稣我爱你 请何地跟随你 我的神明先给你 北极释迦跟随你 愿你的荣耀 展现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耶稣我爱你 请何地跟随你 神上是你 为这爱的耶稣 我却顺服 我却降服 祝你和恩典 是我的一世聪明 你别选招 没有怀疑 我的神明先给你 北极释迦跟随你 愿你的荣耀 展现成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耶稣我爱你 请何地跟随你 我爱你 我的神明先给你 我的神明先给你 你如何为我生命 耶稣我爱你 祈祷你跟随意 只给我 属于你的故乡 来家里 我都顾在天上 只给我 奔跑不见力量 故隐家里 长得好香 只给我 属于你的故乡 来家里 我都顾在天上 只给我 奔跑不见力量 如你这次 长得好香 我的生命献给你 陪着信价跟随意 愿你的勇良 展现在我身体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永远回望舍命 耶稣我爱你 祈祷你跟随意 我的生命献给你 陪着信价跟随意 愿你的勇良 展现在我身体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舍命 耶稣我爱你 祈祷你跟随意 耶稣我爱你 祈祷你跟随意 谢谢主耶稣 谢谢我们的阿华天 谢谢祢给我们 我们爱的圣 最新的保护我们 宁爱我们 我们谢谢祢的爱 谢谢祢的生命 祢的生命 祢的生命 我们今天 祢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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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我们三明清拜 现在我们要来领受盛餐了 我们刚才唱的诗歌 神在宝座上 说祂爱我们 你有没有感受到神 神对你的爱 有没有感受到 神说我爱你孩子 我爱你 我们不要忘记 主耶稣为我们舍命 主耶稣在 主耶稣爱我们爱到 灵愿离开天上的荣华 离开天堂这么美好的地方 来降生 卑微的降生在马朝 就是为了要来救赎我们 为我们的舍命 丁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主耶稣在 祂要被爱的那天晚上 祂就吩咐我们 要领受圣餐 来祭念祂 祂的身体为我们而破碎 祂说祂的身体为我们破碎 祂的宝血为我们而离 我们要祭念祂 就是要常常要守圣餐 祭念主耶稣为我们舍命 所以我们现在拿起圣品来 我们来做一个老道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祢亲自为我们 透过圣餐和我们立下心愿 借着祢的受难 丁死之架 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以上帝而好 得着上帝的恩典 并使我们能允许 得以在祢处中 得着新造的生命 耶稣说这是祂的身体 为我们得赦 我们领受 我们就会得到 得到什么 身体如果有疾病 耶稣为我们受变伤 我们得到医治 还有主耶稣受到的刑罚 我们祂要保平安赐给我们 所以现在我们领受 主耶稣的身体 以表主耶稣圣体的这个圣体 来领受 好 接下来 我们拿起这个圣杯 这个圣杯呢 就是意表主耶稣在死之架上 流出宝血 舍身 给我们带来一切的祝福 我们的罪 全被赦免了 因为主耶稣在死之架上 祂靠着这个宝血 只有血才能够洗 尽一切的罪 我们被救赎了 主耶稣虽然被定死 可是三天后祂复活 祂有复活的新生命 祂也要把这个复活的新生命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领受这个 这个 悲 我们就领受主 所要赐给我们一切的祝福 我们以感恩的心来领受主 接下来我们 感谢主耶稣 祢 我们爱祢 因祢先爱我们 恳求圣灵 上帝 在每一次的圣参里 提醒我们 再一次的思想 圣参的意义 再一次光照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与主耶稣一同做起实 让主的爱充满我们 让我们恳切的期待 每一次领受圣堂的时刻 感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感恩祷告 现在是到圣道的时间 我们要请我们的爱塞弟兄来圣道 好 来 请坐 来 欢迎祝福 阿里路亚 感谢主 弟兄姐妹们 大家早上好 好 真的时间过得非常快 反正刚才出版就说 我今天好像成几天 对我那时候我今天好像作诫 感谢主 感谢主 好了 现在到正道的时候 出课 今天这个题目是什么呢 是刚才我们唱 刚才那首歌 背底十字架 跟随耶稣 感谢主 刚才那首歌真是唱到 很感动 上帝的话也真的很感动 感谢主 今天要提论 背起十字架 跟随耶稣 阿里路亚 还没开始之前 我们收到祷告 阿爸天父 感谢你 赞美你 多么的爱我 感谢你 阿爸天父 你所做的一切 为我 我们似乎可以 但是你也是这样 爱我 爱我 每一个人 一早上阿爸天父 我们请打阿爸天父来 用点话也来 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当我们每一个人 有能力来 背起十字架来跟随 因为在这个陆陆的世界 太多诱惑 来抵览我们 来背起十字架 今早上阿爸天父 就你来 用点话也来 感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每个人 能够 克服 罪恶 来背起十字架 设计 来跟随你 感谢你 阿爸天父 一切荣耀归给你 祷告是同我主 耶稣圣明求 阿们 阿里路亚 感谢主 好 今天的题目 是这里来的马太不应 第十章 三十半 等到三十九节 我让大家来读一读 大家来读一读 一开始 一读这个圣经 真的是一个真的不担重 耶稣说 如果你不肯 被请十字架来跟随我 你不可以做我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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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想 我们每个人 有没有被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 上帝知道 在网友继续说 这三十九节 试图保全自己生命的 反而会设去生命 但唯我设去 设定的反而会得到生命 意思是说什么呢 意思是说 很多时候 我们认为 我们要跟随自己的旨意 做一件事 上帝说 你要跟随我的意思就做 不要靠自己的意思就做 因为 反而你们自己是认为 你可以 成功的 凭你自己的方式去做 因为是成功的 凡是会 倒下 反而来 若是你跟随我的意思就做 寻求我 照我的旨意去做 你看起来是 你放弃了你的梦想 放弃很明确 但是后来 到回来 上帝说 你会 成功 意思是这样 感谢主 我们先看 三十半句 不敢对其他十字架 跟从 跟从我的人 不配做我的门主 首先我们看 因为十字架 很多人认为 哦 我有一个问题 很大的问题 那个就是我的十字架 哦 我有这个 病痛 那个就是我的十字架 是吗 圣经四十字架吗 有十字架吗 不是 那 什么是十字架 代表什么呢 在耶稣时代,如果我们提到施迹架,施迹架就代表死 背起施迹架来,就是说你背那个施迹架路程到受难的第一点,那是你背起施迹架去死 不单是这样,施迹架是代表一个很痛苦,很羞辱的方式去死 所以每天撑到施迹架,人家都会怕,但今天不同 今天我们提到施迹架是什么意思? 今天施迹架是代表上帝的爱,上帝的宽恕,上帝拥抱,上帝的看顾 对吗?阿们 所以施迹架,背起施迹架不是说你的痛苦,就是背起施迹架,那个不是吗? 我们等下看什么是背起施迹架来跟随耶稣 跟随我 跟随我,意思是说我们要剥落基石,跟随耶稣做什么呢? 跟随耶稣做什么呢? 耶稣去医事,我们也是要去奔赴我们,耶稣奔赴我们去做医事 耶稣没有叫你们去为祂祷告,也就是说你去医治祂 对吗?圣经是什么这样讲? 耶稣跟随耶稣去分享 福音,圣经在罗马书第四讲时节讲道 如果是你要人家叫祂祷告,叫祂敬酒 没有人去讲,祂就会听到那道 对吗?没有人讲道,没有人派他去,谁会去讲道呢? 没有道,那个人就怎么会祷告呢? Amen? 所以我们要跟随耶稣去传福音 传福音 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十三绝 耶稣又教导,众人说 如果有人愿意跟随我,应当十二绝 天天避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 所以跟随耶稣首先,我们要十二绝 十二绝 什么是十二绝? 十二绝 对不起,对不起,我的 我的 pronunciation 十二绝 我要现在讲出那个 十二绝 十二绝 我们都因为书是这样的 pronunciation不准 现在准了,十二绝 好了,感谢主 感谢主 感谢主 什么是十二绝? 我们先看 什么是十二绝? 十二绝 十二绝是 让我们生命完全 降福于上帝 刚才我们唱歌首歌啊 我们要完全顺服 完全的降福 total surrender to God Amen 我们 我们生命都完全降福于他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在讲的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圣经是这样教的我们 我与基督一同爱人在十字架上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 我现在是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 他爱我 为我们生命 对吗? 这样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是现在的活着的不再是你 而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 或者里面我们一定要做每一件事 我们要想到上帝的意思 不要想到人的意思去做 反正什么东西都好 我们一定要凭着上帝的意思 凭着上帝的使命来做一件事 因为这样十二节 这节还能去被释迦去做上帝的功效 可以侍奉上帝 第二 以耶稣为我们圣经中的首位 Let Jesus be the head of your life the center of your life 如果我们这里排第一 我们做事就凭这里的神性做 如果我们能够放在耶稣为我们的首位 每一件事都是为耶稣带领我们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人家说 那辆车你把耶稣开起来 不用你自己排 你驾驶要给我 设定六 耶稣去驾驻 耶稣来开 祂知道哪个角落 哪个方面 会带你去到成功的地方 祂所用我们做的地方 Amen 你看耶稣在高兰山祷告的时候 祂怎样讲呢 祂说 天父 如果可以 把这个杯拿走 耶稣是上帝的死 祂也知道所面对的重担是很重很重 祂求上帝说 求你把这个杯拿走 但是耶稣继续说什么呢 但是 不是凭我的神意 是凭着你的神去救 这就是说 为我们生命中的首位 一切由上帝来带领我们 一切为一切由上帝来带领我们 Amen 第三 以耶稣为我们日常的角色 很多东西 很多时候 在某事上 某某问题上 我们自己做决定 这个方式 这个问题 怎样解决 那怎样解决 我们忘记了要寻求上帝 很多时候 包括我自己也好 很多时候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忘记了去寻求上帝的 只一来只能做自己去解决 到了 倒下来了 而才知道 哎呀 上帝啊 对不起啊 忘记了 先求你了 就好像 有时候 我们 别人家 错怪我们 冤枉我们 我们很生气 去骂 去骂他 但是如果你想到 我们要是十几个 想到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 是基督国家里面 我们的想法就会改变 我们应该怎样做 就好像大卫王 当他被这个 他的儿子亚赛龙追上的时候 他离开王宫 跑到半岁 他遇到谁呢 比如扫罗的人 他名字叫 世美 世美看到大卫王 通常我们看到王王是尊重他 这个世美看到大卫王 他诅咒他 骂他 用个话识来敢去骂他 他说 你真的杀人王吗 你杀死少罗家人 躲他的王位 大卫王有躲少罗的王位吗 没有 他说他骂他 他说你 他用诅咒他 诅咒他 如果圣灵家诅咒你 你没有做到冤枉你 你会生气吗 会吗 谁不会的 我们站起来 跟他骂他对不对 这是我们 我们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冷静下来 我向大卫下 我们要向大卫水 冷静下来 每个问题我做的时候 我们先问世子 在耶稣里面 给我舍命 射击 耶稣会怎样做 耶稣会像 好像人家冤枉我们去 站起来 都跟他动 所以 很多时候 你看到你的邻居啊 他们吵架啊 一点事吵架 骂来骂去啊 哎 弟兄前面呢 我们千万不要学乱神 啊 那千灵色情 所以呢 圣经告诉我们 大卫是怎样反应呢 不但你 大卫王 他送王的 把你验光他 骂他 祝咒他 他的手下 也顶不顺 我现在怎样说了 你那个死狗 我把你干掉 你要杀死 要杀死那个寺女 大卫怎样说 他说 这个不管你的事 他说 难道 哎 还有 那个 寺女说什么呢 现在 你躲起他的 少了王位 现在 耶和华 在你身上 倒影 你要 只吃 恶果 只吃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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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 大卫也是 我相信 在那时候 他要 发怒的时候 他也是会 祷告 因为他 在他心里面 只有上帝 每一件事他要做 他会想到 上帝 就好像 刚才 找个两 找两个礼拜 我们听到 Tracy前面说 他可以杀 少了王 他也不杀 他也是想到 上帝登高的少了 他都可以动他 现在这个 世美 他也是一样这样 他说 不可以杀他 他说什么呢 他说 难道 因为我 或者上帝 准他 骂我 我是谁 我不能接受吗 我不能抗党吗 这种 我们每个时候 每个时刻 我们面对 某某事 的也好 我们也是要想 不要冲动 每一件事我们所做的 想一想 想一想 在我情况之下 耶稣 会怎样做 想射容易 但是我们要学啊 但是 如果是不是这样 我们怎样去 射击呢 射击呢 射击不是说 那个好东西吃 我也是 那我喜欢玩的可以玩 我一个梦想我要做了 也不可以全部要放弃 不是 反过来 如果是我们唯一 跟那个大卫王学习 每一件事 不单止是吵架 什么事都好 我们一定要 冷静 想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是基督 活在我里面 夫妻也是一样 再夫妻 我相信 每个家庭 都有吵架的 对不对 但是吵架 我们是吵架 为了吵架 为了理解 为了understanding each other 所以我们每一次 祷告后 每一次吵架后 谦慰自己 若是你太太 去跟你太太 对不起 刚才我 不应该是这样讲 我太太的时候 跟 先生讲 老公讲 对不起 大家全部谦慰 因为 这就是上帝所使爱 我们做每一件事 不要 要讨上帝的好 要讨上帝的好 要讨上帝的喜悦 阿们 哈利路亚 对呀 阿们 你们知道吗 我们大家都视为 被胡椒跟谁主 被胡椒跟谁主 你说 弟兄 是你讲 还是圣经讲的 当然是圣经讲的 我哪里敢 对吗 圣经里讲的 我们不敢在 张先生 来 胡说八道 不可能 也是那个 也是个追的 好 彼得前书 第二章 二十一绝 上帝就是为子而 交换我们的 因为基督不单 为我们受难 并且还为我们留下的榜样 好让我们跟随祂的脚步 阿们 阿们 所以这种想念 千万千万要记得 我们很重要 我没有放到上来 想起来 这次加拿 太书迪拉长时间 我们要背误他 你们可不可以一起念吗 可以念吗 我以基督一同被离在十字架上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而是基督迫在我里面 我现在是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 他爱我 为我生命 感谢主 我希望大家能够铭记下来上帝的花园 尤其是这句话 为我们日常 明天会做明天决定 每一个祈祷 我们都要想起 不是我们 什么 如果是我们可以 把这计划 这经文 我们常在里面 心里面 我们做每一件事 我们都会冲动 我们先要叫上帝来劝悲 要舍己就是要劝悲舍己 基督 我常常要讲 长期讲过一次 现在活着的不算是我们 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 所以讲的一切 你做的一切很重要 因为那非基督徒 他是没有圣经 他是看你的行为 看我们的行为 如果是你的行为 好像世人一样 我们如何去尸体呢 如何去跟随耶稣呢 让我们成为 耶稣 配着的能主 配着的能主 刚才我们都看到了 对不对 耶稣说 谁不肯跟随我的 尸体的 来跟随我的 不配做能主 我们可以问事情 很多时候 包括我自己也好 我们想想 我们想想 耶稣那么爱我们 为我们做一切 把我们从黑暗 到到生命里 他受难受苦一切 现在我们能不能够 为他耶稣 我们尸体来受一点苦 可不可以呢 如果是说 我们不可以 我们做不到 我们的意思 是不是说 耶稣 不可以 我为他 做一切 是不是这样讲 虽然你们没有想到 灭气 如果你们今天想一想 耶稣 为什么真假 你们不肯背景是 要来跟随我 不配做我的能主 在 台词到三十四开始 耶稣都讲了 你们爱父母 超过爱我 不配做我的能主 你爱你的孩子 爱你的超越过我 多过我 不配做我的能主 为什么耶稣这样讲 其实是说 当我读到的时候 我是 耶稣不是 耶稣是爱 对不对 耶稣不是奔助我们 去爱我们的父母 去爱我们的家庭 爱你的邻居 第一个真理是 爱上帝 全心全意全 全力的爱上帝 第二个是 爱邻居如爱自己 对不对 现在耶稣说 在圣经里面讲到 我来不是带平安 我是带刀剑来的 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读到的时候 若是 一个 新 新 新基督徒 或者是 非基督徒 问你 我们怎样跟他解释呢 爱父母 爱 爸爸爱爸妈 多过爱耶稣的 不配 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 耶稣的意思是说 上帝的教导 跟你父母的教导 你选哪一个 我们 今天 上帝的教导 我们 我们一定要选择 跟从耶稣 设计跟从耶稣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主 你 如果说书 如果说书 意思加一绝 因此 我这位主 被 困境 什么 囚禁的 囚禁的 劝 你们 行事 为人 要配得 上你的 你们所蒙的 福将 阿们 就是讲到 我们要 作为一切 我们要 听的吗 阿们 福利比书 一章二十七节 最重要的是 你们 行事为人 要与基督的福音 相配 我们的福音 阿们 第三 接下来我们 将填书 第二章十二节 劝勉你们 鼓励你们 叮嘱你们 要你们 行事为人 配得上帝 教你们 进入祂的国 和荣耀的上帝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 我们做一件事 想到 如果上帝 教我们 奔赴我们 背景 施架 设计 来跟随祂 我们 愿意不愿意去做 再想 再重复多一次 若是我们不肯 做不到的 我们 自己问自己 你是不是 认为 耶稣 不值得 为你去死 不值得 为你去 受难 受苦 是不是 当然 不是 很多时候 我们是 给很多 很多 这个世界 优惑 很多 所以我们 要怎样去 克服 这一切呢 所以我们看来 在这个充满 诱惑的世界 我们该如何 跟随耶稣呢 你们想 是不是呢 在我准备这个 到的时候 我是很增长 很辛苦 因为我是读一文书的 对不对 每一样东西 我要先 copy paste 再google 这个是怎样读啊 怎样声音啊 什么意思啊 尤其是讲到这个 topic 我真的是 很stress 很想当劲 我跟我太太了 讲了 两三次了 我说 我们要不要给他 这礼拜 我们看video了 不要讲 真的 我去看直接找video了 看什么video 可以放 我放弃了 但是 这个题目 你一点点受苦 为耶稣不能吗 就像我们做一件事 每一件事都好 一点点辛苦 能吗 叫你传呼应 哎呀不好意思的 哎呀叫你去事后 这个不适合我的了 我们的人事家 会太多显示 我们显示的都是要为设计的 好 为设计满足设计 我们做的一件事 我们没有讲到要满足 上帝 没有想到要考上帝的情愿 所以如何呢 如何 我们如何可以克服 如何去跟随耶稣 在这个画画世界 充满优化的世界 只要去跟随耶稣呢 只要去跟随耶稣呢 唯一看办法 就是 我们必须 全心 全意 全 全 全心 全性 全意的爱上帝 进行 去爱上帝 为什么呢 我问你们 如果你全心全意 去爱上帝 你会欺骗 你的配偶吗 如果是全心全意 去爱上帝 你会 利用人家来帮助你的吗 如果你是全心全意的爱上帝 一心爱上 尽心尽力的爱上帝 你会 偷东西吗 偷什么东西 不是偷大东西 你去那个supermarket forium 看到 我很喜欢 这里没有CCTV 哪一点 很多人都不好习惯 诶你们知道吗 诶你们知道吗 如果是要 跟随上帝 我们宣要 克服罪啊 诶你们知道吗 罪 会令人愉悦的 是不是 Sing is 对吗 你们很劲呢 所以 instagram 如果是 幸福灵人愉悦的 为什么 人家喜欢犯罪呢 或者 罪 罪 罪不单单是 关于 那个 性 就会带给我们 Pleasure 那个是上帝 叫我们 生养众多 多的 跟夫妻 不是跟外面跟夫妻 多的在一起 生养众多 对上帝来讲 Sex is good Sex是上帝 上帝的意思来的 但是很多罪恶 包括 其他人家 有点满足感 是吗 有时候 讲 玄话 也是有点满足感 他给我骗到了 这个傻瓜 这个 这么宠的 很多时候 所以如果是 罪是惹人已悦的 我们怎样去 克服它 我们怎样去 被施加来 死了起来 跟随耶稣呢 不要 一个办法就是 我们要爱 上帝 超过爱 令人取悦的罪 如果不然 你喜欢做的 上帝是爱我们的办法 我不能够用个话来解释 上帝爱我们到什么程度 上帝爱我们 你要犯罪啊 你要做 上帝会欠你 不要做 圣灵会告诉我们 这个叫做对的 但是 上帝从来 从来 不勉强 做每件事 上帝看我们的心 如果是我们要 如果是我们要跟随上帝 我们先要爱上帝 超越爱令人 预悦的罪 如果我们不爱上帝 不全心全力爱上帝 我们永远会以罪恶增长 一生真假 如果是我们十二节 背着指甲 来跟随上帝 我们上帝 你 为我做的 我们不能够 等下去报他 上帝也不能够 要跟我们 回报 自己要我们 进行他 享福于他 跟随他 所以 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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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上帝 如果我们爱上帝 如果神爱上帝 超越过令人以悦的罪 我们 慢慢一天 礼拜 礼拜 我们会 改 感谢 感谢 全心全意 全力的爱上帝 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会 从罪的儒妇 到上帝的母 是在 罗马首帝 用上十二节 罗马首帝 我们会 我们写 问问你 你不听从上帝 你会听从谁 就两个的他 上帝说 你不侍奉 你不听我 你都听那个魔鬼 撒旦魔鬼 因为撒旦是在这个 陀罗世界的王 他用种种方式来 引诱我们 抑我们 当我们 离开上帝 所以上帝说 很多人 嘴 近我 心连离我 所以 我们不可以 想 记住 每一次 我们想要 疑惑 tempted to sin 要犯罪时 我们想想 你要做 谁的伦布 你要做 罪恶的伦布 还是做 上帝的伦布 我选择做上帝的伦布 你们呢 感谢 感谢 不用讲 大家都知道 大家是上帝 你所洗下的伦布 感谢 感谢 从 思念 到 今天上的事 到 俗天的事 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 每一件事 我们失念 上帝的事 不要 失念 人的事 你还记得 当耶稣 教导 门徒的时候 他说 我要 我要你 耶路撒冷 上路 在那边 我会 给那些 比利斯人 宣教 宗教 教师 他们为 逼迫我 甚至 把我 处死 在马太 福音 十六章 彼得 听到 彼得 怎样说 彼得 拉 耶稣 来一边 彼得 责备 耶稣 说 不可能 不可以 不可以 这是 不可能 发生在你身上 耶稣这样讲 耶稣是要 奉上帝的 指引去做 彼得 是说 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 耶稣 还没 还没 把 以色列人 错语 罗马兵 所以 耶稣 转过来 耶稣 讲什么 十六章 马太 对十六章 二十三章 又是讲什么 撒旦 退到我 后面去 你们 只想 人的 意念 又 想到 上帝的 意念 所以 如果是 我们 设计 我们 就会 做一件事 基督 我们 这些 活着的 不是在我们 而是基督 活着在国里面 我们就会 从 试炼 地上的事 到 如天的事 这是 全心 全心 全意的爱上 上帝的 结果 我们怎样去记住呢 我们的想法很重要 为什么想法很重要呢 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个是老鼠 老鼠学的名言 他说 我们要守护 我们的思念 它会 建成 你们的话语 守护 你的话语 它会 成为 我们的行动 守护 你的行动 它会 成为 我们的习惯 守护 你的习惯 它会 成为 你们的 信格 守护 我们的性格 因为它 会成为 我们的命运 或者是 我们的成就 阿们 所以很重要 我们要跟随耶稣 要 辞职 被 释迦 跟随耶稣 首先 由 我们的 思念开始 所以耶稣讲 我们要学会 思念 上帝的事 不要大家 思念 地上的事 或者是 不要 思念 人 人的事 上帝很爱 很爱我们 我也再想起一个 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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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克斯丁 的名言 圣 奥克斯丁 他的 奥克斯丁 是一位 很 很出名的 传道师 很出名的 神学家 他怎样 是表达爱 他是说 爱上上帝 是 所罗马 所罗马 罗马的 最伟大 浪漫的 最伟大 不是罗马 浪漫的 最伟大的 爱上上帝 是所有 罗马 最伟大的 求上帝 是人生 最伟大的 探险 探险 行践上帝 是人生 最伟大的 成就 很有意思 对不对 很有意思 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弟兄姐妹 在这里 我再提醒大家 我们要 先要全给 射几 要记住 我们要 为耶稣 射几 我们做个 能耶稣 可以说 我们是配的 做的门徒 想想 我再提醒一下 你不肯做 你一定问自己 你是不是说 耶稣 不值得 你去为他 所做一切 你不值得 耶稣 不值得 你为他 来 射击 是不是 不是 我们每个人 都是愿意 去求上帝 愿意去爱上帝 因为他想爱我们 阿们 再基督 我再讲一次 在哪太书 第二章二十节 我们已经 以基督一同被平 在十字架上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们 而是基督 活在我里面 我现在是靠 信上帝的儿子 而活 他爱我 为我神 感谢大家 谢谢 一切荣耀 耶稣 阿们 还有 就是 就是 享福的救福 谢谢 顺福的救福 我们要顺福 他 享福于他 上帝 在圣经里面 讲到 你 顺福于他 享福于他 他有个救福 就是 四天 二百二十八章 一节到一六节 大家请度来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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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到第六节是什么意思呢 我相信第一到第四节你们明白上帝的外节讲什么 第五第六节是讲什么 是讲上帝 让会救护我们 为我们的家庭血统 元序的救护我们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 谢谢大家 荣耀给主耶稣 阿们 三 四 四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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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